根据记载在《摩尔门经》 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里的真实事件 而制作 你在做什么 药室主命令我制作金页片 用来记录给我人文的教导 尼妃 雅各 大家来吧 你父亲有话告诉你们 我看到这个仪像 我知道耶路撒冷已经毁灭了 如果我们还留在耶路撒冷 我们都会灭亡 虽然我们饱受苦难 但就得到应许地 一块被其他土地都精选的土地 所以 这块土地被升化 留给主带领要来的人 只要他们遵守主的戒命 就会在这块土地上蒙福 但是 如果他们从主的手蒙得 这么伟大的祝福之后 又在不信中衰落 如果他们 拒绝以色列圣者 那位真正的尼塞雅 他们的救属主 和他们的神的那一天 那公义者的懲罰 就必定降到他们身上 父亲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醒觉 在塵埃中起来 并且听从你战斗着父亲的说话 我心时是因为忧伤而沉重 因为我很怕你们会心底还硬 主愿你们的神会在他十足的愤怒中 我希望你们 将你们永远剪除 和毁灭 不要再反叛你们的弟弟 他看到的异象 是荣耀的 在引领我们尽忍 因他们的一事上 他一直都是神手中的工具 如果不是他 我们早就饿死在旷野上了 但是你们还想拿走他的性命 没错 他因为你们而好忧伤 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他说 我会收回我最先的祝福 把这个祝福加在他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